我的名字叫做沈青城 我父母给我这样的基因 再给我这样的名字 这个玩笑是开得有点大啦 我这样的身形 大家是不是会联想到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 这不是一个学校霸凌的故事 这是一个关于爱情 友情和青春的校园故事 她是高俊宋 风靡很多女生的大帅哥 这位是她的好兄弟李嘉欣 两个人总是形影不离 走着上来的这位 是千金小姐林美怡 名夫其实的白富美 红姐 最近直播做得不错 有决心多个人在看 还好啦 还是你比较多 我的室友陈慧红 她是我们学校出名的网红 哇 猜到你几个月就姐姐姐 交到我好像很老姜 嗨 美女 型男 很帅气的Toneboy 遇见你之后 我就幸福 这个谢晓峰啊 每天都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的 但是 一个诡异的事情发生了 对不起 放心啦 这不是一个惊悚的故事 刚才讲了吗 这是一个关于爱情 友情和青春的校园故事 给你的 给我的 给我的 要吃完喽 喂 今早的事大家都看到了吧 惊天动地啊 高俊收送便当给胖妞 不是吧 这太诡异了 她怎么会对沈清晨做出这种举动啊 我也不知道啊 很多女生心碎了 清晨 谢谢你 谢谢你 那个便当还好吗 我自己做的 其实我已经借淀粉了 哦 因为你做的便当太香了 所以我忍不住了咯 所以 那你有什么话要跟我说吗 谢谢你的份 要给钱啊 不用不用 那我先走了 拜拜 你明天要吃什么 我做给你吃 不用了 你不用做给我吃了 我要减肥 我要减肥 哈啰 大家好 现在不把你们这些长得好看的女生放在眼里 竟然送便当给我的室友神清晨 跑去追那个胖妞神清晨 不过没有关系 等下进程了 一定静止舍问她 喂 喂 我看人家追你追到这样高调 你是不是应该给人家一点回应啊 喂 人家只是送便当给我 又没有怎样 就讲人家追求我 你们很奇怪咯 这样高调也还不算追求啊 搭牌了你 喂 又不是告白 你们很莫名其妙咯 好 难道啊你要人家搭听广东之下 对你弹吉他唱情歌跟你告白 才叫做追求妹 爱 让一个人不知好歹 没有尽头的等待 我想跟你告白 你的心却在摇摆 在灰色的地带 那没错你看 现在的年轻人呢 都根本不知道他们想什么的 施爱就施爱啦 那么高调 pattern多过pattern 最讨厌就是这种 不是哦 我觉得这样挺好的啊 好浪漫哦 喜欢一个人就是要跟他讲嘛 很好很好 对不对 好啊 对 一点都没有错 清晨 我喜欢你 你不要狂胸了 我是认真的 我想要找到那条 通往你心中的路 在一起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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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不是故意让你难堪的啦 sorry啊 我失恋耶 你们两次安慰我的吗 你应该往前看啊 更何况 天涯何处无芳草 条件那么好 他不喜欢你 这已经不是你的问题了 这是他的问题 其实那天告白我是认真的 我觉得哦 他好像是要作弄我而已啦 那还是掉啊 他会不会以为 我嫌她煮东西不好吃 来 随便拿